GoPro 我告訴你 這個電子掉得很快 媽的 越熱越掉越快 然後 過熱的問題大概20分鐘左右 它就熱當掉了 在空調也是 20幾分鐘就當掉了 那怎麼解決呢 你看我們這個事情 才剛充飽在90幾% 才用沒多久就變Masso 有客人將近40分鐘就結束了 有的客人呢 用了大概一個多鐘頭 但是歸根究底 它還是沒有辦法解決耗電過熱的問題 那麼一定要開這個孔 那你甚至於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沒有錢買到這些 剛好沒有買到這些東西沒有關係 把這裡打開 然後貼個小膠布 讓它有助於散熱 但這都不是正本經驗的做法 拿一個充電的棒棒 把電給供進去 電給供進去 好 讓它供電之後呢 能夠獲得電力支持 有了電力支持之後呢 都可以正常操作 電池把它拉掉 好 我們再打開它 好 這個時候呢 由於沒有因為過度的耗熱 最後造成當機 我們當機幾個方法 關不了電都會發生 關不了電這時候 要把它拉出來再重新一次 這個大家都有經驗 它這電池會過熱 那你就這樣子使用就對了 就這樣用 這樣用的好處就是散熱 那你覺得不美觀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買一個一百多元的蓋子 把它給扣上去 這個電池就留下來了 那原廠的電池一顆一千多啦 你不如買一個這個 這個等於五顆電池 五到八顆電池 五到八顆電池 你省下來的錢 可以做很多事 譬如說去捐贈浪浪 你好 開機 開好機之後呢 水啦 你就可以擁有一個 這是五千八的 這是一萬的 那看你個人是 攜帶的強度 去使用它 好 教大家 熱當 省電 還有供電的 作業方式 謝謝大家 等一下 再告訴你 這個包包不買不行 因為 客人的玻璃 這個已經破了 客人的螢幕已經破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各位我們看一下 螢幕破了 那就大條了 買一個這個你看喔 我都不好意思說了 多爽 都不用拆 然後 留個口給你 好 這個才多少錢喔 我的媽呀 88 然後 功不差喔 拉鍊也都還OK 好拍個照片 謝謝大家 好 謝謝